新年到 别喝到 出走人们欢迎回来 出走吧 国外生活攻略 我是梅 我是Sherry 我们每周一早上更新 记得关注KKBOX Spotify 也记得订阅Apple Podcast 评五可星 自己我很喜欢 好棒 今天讲题是 今天的主题是 你讲 好 但是我会讲错 牛年特级反省大会 你讲 各种国外出走喝购 黄老师 因为黄糖我很不太会面 我们很快 明明就写反省大会 我们到底在嗨什么 没有啊 应该是说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出走粉 一定知道我们很爱怎样 喝酒 对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来整理一下我们 关于喝酒这件事 对 而且在国外发生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顺便呢 让大家知道说 你出国一定会 可能会发生这件事 所以要小心 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过年过得很爽 一定都每天喝购嘛 其实我在讲话自己啦 恭喜发财 我也觉得我当下一定都是在喝瓜的 所以我就是要警惕自己 没错 诶 那在听之前呢 要继续听的话 请一定要确认 身旁没有未成年的朋友 因为我们的那个 主题写的明白了嘛 今天就会讲到 酒 会讲到酒 我们没有要鼓励哦 没有鼓励 我们真的要 没有要鼓励 我们就是要讲 然后你们就会觉得 自己够不够格会成那样 不够格就不要这样做 我们每次算是警惕 你们听了之后就说 好啦不然我还是少喝这样 真的真的 对啊还是不要那么爱喝啦 所以如果现在有爸爸妈妈 正在收听 正在收听开车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听 我们之前前几集都还不错 你这个晚上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在听 对 你会同意一百次 真的 反正就今天呢是反省大会 要反省我们过去几年的喝酒的 在国外的一些喝酒经验 那在开始之前 台湾的我们会稍微分享一下台湾的加国外的啦 可以啊可以啊 嗯 ok ok 好所以今天就是不自我成长了 我想成长的人 你还是可以听一下 诶这个可以成长啊 也会吼 警惕啊 好啦但是今天是偏自我反省比较多 对自我反省加娱乐 因为都很好笑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听下去 不要自己讲好笑 真的很好笑 都很荒谬 诶没有没有 我忘记哪一个东西啊 Clubhouse 哦Clubhouse 对最近好像很红 最近蛮红的一个Clubhouse 好像是一个美国 它好像是以前Google 前软体工程师开发的 然后Clubhouse现在还是邀请制 我不知道现在在听的 还是不是邀请制 毕竟我们先录嘛 对因为我们是两个礼拜 对我们先录我们很吵 对 对基本上我们已经有Clubhouse的账号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想说 想要有更多跟出走人们的互动 所以我们就想Clubhouse上面呢 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活动 好啊 或是你可以在上面听 我们聊八卦尬聊 乱讲一些废话都行 对可能会演讲 对反正大家都可以先加我 M E I A N C H A O M E I A N C H A O 没了吗 M E I A N C H A O 没听懂的再带我去听 对不然就来留言 对我们之后呢 我跟Cherry就会开一个聊天室 然后看是要聊国外去世 甚至是语言 其实我们也可以 可以你可以语言分享 对 对 我们可能也会找一些 我们学语言的朋友 甚至是外国人 我们也可以找进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语言交换 就是我们有很多想法 所以大家就可以先加 然后之后我们 对之后再说 话不多说 好我们今天主要分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关于喝醉的SOP 算是举替大家 因为你喝醉的时候 因为我跟你说 其实我认识蛮多人 你不要看我那么爱 每次都喝醉 没喝必醉 其实我认识蛮多人都说 他们也其实不知道 自己真正喝醉会是怎样 好恐怖 他们喝太少了 你知道吗 怎么会 我没有喝醉的问题 我真的不懂 不是他们酒量好 我是他们都喝一点点 就不喝了 我不喝了 这样子 其实我从来就不会相信 有不会喝醉的人 对 那是因为你喝太少 因为每个人 我觉得对每一种 酒品的tolerance 就是对他的抗性都不一样 像是 你就知道 我最容易喝醉的就是 冰结这个东西 真的 很可怕 欢迎大家送到冰结 就会看到他发疯 对 但是我可以喝Tequila 我可以喝 我不喝Whiskey 本来是味道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喝Tequila 我可以喝Volga 就这种很强的 我也可以喝普通啤酒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喝到冰结这个牌子 真的 超神奇 所以我觉得 是每个人看的心不同 说不定你说 你没有喝醉 是因为你没有喝到 会让你喝醉的酒 对 所以来找我们 你就会发生下面的 这四个 这五个SOP 第一个 各种吐 各种吐 诶 我跟你讲 这个不用我们讲 出走人们 你们或你们的朋友 一定遇过同样的事 吐一定 你们会想说 要吐 我要只有什么好讲的 但是吐在哪里 各种吐诶 我吐过 大家一定会吐马头吗 而且我是那种 很有品的人 我一定不会吐桌子 地板什么 这种我完全没吐过 我一定会找一个容器 我一定要找容器 就有一个容器 托物这样子 就是如果真的来不及 我有一次 就是真的 我是在酒吧 然后我直接 我还把那个酒喝完 然后吐在杯子里面 我还要那个去煎 你叫人多好 不用清洁费 也不麻烦人家 因为你吐桌子什么 我就会觉得 又不臭 我是那个杯子要丢掉吧 就是没有装起来的感觉 所以我就不喜欢这样 所以我就是杯子啊 花圃啊 水沟这种 我都有吐过 你这个不一样间接 你这个不一样间接 你不觉得很好 就是我就算在罪 我还是会有一些道德 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那我来分享几个朋友的好了 第一个朋友 我们有在看过那种 直接吐在会议室桌上 一小弹 一小弹 还有 还有跟你们说 吃饭的朋友先不要听 因为这一集会有点 不好 吃饭不要听拜托 而且你们不要喝红酒过多 然后吐在地板 很像跳楼醉楼 我跟妳讲 我们有个朋友 来我们这边喝酒 他都是喝红酒 又混啦 没有他红酒配威士忌 红酒配威士忌 然后他直接 躺在我们的地板上 然后他直接吐哦 然后他吐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红色 红色 而且他头发都没绑 然后就是一个披头上发 很像尸体这样子 照这样案发现场 对所以你们要小心 你们没喝醉过的人 你们要知道 兔是基本款 对 如果 我想要一个东西 兔是一个境界 如果这一集能够超过 很多的收听力 收听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 放那些照片上去 不要啦 打码掉 不然想看的私信我们 反正我现在讲的 这喝醉SOP 你五个都有做到的话 你就是跟我们的境界一样 对你要小心 很棒 你就是喝醉达人 他要反省 你要反省 就反省大会 好反省大会 然后那我先说我的好了 我的最夸张 其实我真的觉得 你比我厉害 因为你会装容器 其实我都 我会装容器 我吐永远都是马桶 说实话 但是我有一次就那么失守 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很爱跑趴 跑夜店 对 然后 我们那时候真的喝很多 因为我在菲律宾的时候 读大学 然后我们以前去夜店 都是喝 那个 Deep Charge 就是那种Bomb 就是 深水炸弹 深水炸弹 就是那种Bear 然后再丢 丢一个烈酒 一定要40%以上 对 然后我们就是喝很多 真的是超多 那个瓶子 我都数不起来 就超多 而且费面酒很可怕 费面酒很厉害 我等一下后面再讲 就是可能品质没有那么好 所以容易吐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怎样吗 我们那时候已经 就是结束了 夜店结束 我们全部人都站在外面 然后我们就围一个圈 在聊天的时候 我又突然低头 就直接吐在他们前面 你好烂哦 然后后面的脚 你就是上了自己的衣服吗 没有没有 但是我有这样拱起来 然后 所以我没有听到 我自己的东西 但是 他们就全部的人 立马上散开 好可怕 像那个卡通动画 但是散开 他们都没有被我喷到 然后他们就全部散开 感觉很臭 超噁 我直接吐在那个夜店外面 你好烂哦 那个真的是我人生最丢眼的一次 但是自从那次的时候 我从来就没有吐过外面 我永远都是马桶 没有我都是马桶 我这 怎么那么一次失手 我顶多真的来不及 就会有一点点吞回去 看是很少 吃饭的不要听 拜托 我们早上七点更新 他要吃 他吃早餐 他通勤 没有 他们现在一定数嘴 因为过年 啊过年啊 就15号啊 15号过年才出 就是已经出生出生 好了好了没有时间来 我们讲第二个 好了好了第二个 一定会的 东西不见 各种仪式 这我们两个不是每次喝醉 都会很怕 隔天早上我每次眼睛一打开 我说 干 我的钱包 我现在 我会先 我的手会先伸出去摸床边 手机 会先看手机 因为手机很容易不见 然后再来就是钱包 然后我都不敢打开钱包 因为我觉得 你们有发现就是每次喝酒 有时候就变大方耶 很像自己是一万佛 很爱请客 然后说买啊买啊什么的 买了买了 我出啦 我出啦 然后跟人家说 干什么钱都不见了 你知道我们两个都有很夸张的心机 第一个是 钱这个东西吼 就是有一次 Cherry喝很醉 直接帮人家刷机票 会 马上讲到这个我就不爽 其实我没喝醉 就是会变大方 就很大方而已 因为如果你现在冷静 你绝对不会帮他们刷嘛 我就会说 我可能budget就会比较少 而且他刷了两个人的机票哦 对 然后我的话就是我没有做出来 因为你真的有做到 对 我是用讲的 他用讲 但是他真的一直 他就拿App说 我现在身上有七万块 一人给你们一万块 这样子 一直要 然后拿手机说 你用嘛你用嘛 一直要汇款给我们 是转账给我们是怎样 你看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 我们都没有真的拿耶 你们是好人耶 对啊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东西不见 然后你先讲你东西不见几次 因为我还好 我只有钱有时候会消失 我天后面在讲的东西 总共不见 好 等一下国外都会讲 反正很多国外都会讲 我们现在在讲SOP 来第三个断片 断片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 这就是跟我隔天找手机以后呢 手机打开的时候 我都会不敢看我朋友的讯息 因为每个都是被骂到错的 你知道你昨天怎样吗 再来就是我会看我的相簿 我都会有那个很奇怪的相片跟影片 再来就是我会回去看限动 都是我一堆很夸张的一些 很丑的 摔角影片啊 之类的 就是会各种夸张 然后我都会忘记 对 真的是会断片 就是我忘记 昨天到底讲了什么 连七万块也是你们跟我讲的 可是你看我断片是多厉害 我每次都是都会平安到家 真的耶 我超强的耶 但是会跟司机吵架 对 我会跟司机吵架 因为我会坚持我们家是走这一条路 但其实不是 因为我会有点乱 但是其实你可以回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在反省 其实很危险 其实喝醉很危险 就是我们现在在反省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知道怎么回家 不要跟陌生人回家 而且是说你喝醉的时候 你要看起来没有喝醉 对 因为我觉得我厉害的地方是 我喝醉了 但是我在陌生人面前 我会看起来很没事 甚至是你们啊 你们也会不知道 看不出来我喝醉 然后我每次隔天 他们都会说 他你喝醉 我就说对我喝醉 说你看起来像没喝醉 所以你们要厉害到像这样 你们才有资格喝成这样子 因为其实在国外 最容易出问题的 就是这种 我觉得断片其实是最危险 就是全部里面 我们讲断片是真的最危险 你前不见都还好啦 但是你人是最可怕的 然后不讲国外啦 其实台湾也 断片也是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你喝酒是理性嘛 啊我们也是理性啦 但是就太开心 因为毕竟我觉得 我们身边都是很信任的朋友 对啊 我们都是 对 重点就是你要跟熟的朋友喝 你不要跟不认识的朋友 而且你要自己评估 是不是真的熟 有些自以为熟了 还把你丢下 对 真的 或者是你们跟酒量很差的人 你觉得你全部都酒量很差 然后没有人可以送你们平安回家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一个 反省反省 反省我们在反省 对 我们虽然一直在笑 但是还是有反省 对我们有反省 这样不行 来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会发生各种睡 我的睡不是那种跟人家乱睡哦 我懂我懂 我的睡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算是酒瓶好的人 因为我只要 我只要喝醉了 然后我的那个SOP就是 喝醉打人 踢完人之后 我就会去睡觉 而且我会突然不见 打人踢人酒瓶还很好 也是不错 而且我都打小力了 而且我会自己找地方睡 我不会睡在那种 会让自己很冷的地方 因为上次我看的新闻 就一个阿伯 他就外面低温零下 没有零下 可能五度六度 然后他喝很醉 他就是睡在那种超虫 然后很冷哦 然后警察就说 你在这里会冷死什么 他就说 我没有力气起来 但是已经醉到没有力气那种 但是我觉得我厉害的地方 是我会想办法找平面的东西睡 像桌子啊 像桌子啊 然后室外我有睡过木材啊 木材上面 我一定要跟他们讲 不是我硬要去睡木材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开同学 我们在山上开同学会 然后就有点类似露营 人家的公聊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找平面东西睡 那你就没东西可以睡啊 所以这种木材是平面 我就刚好去木材啊 我的背很痛 好不好 木材就算了 我还有睡过什么 睡过什么 因为你有看过那种四层柜吗 可以拉出来 我睡过四层柜里面 就是这样把它拉出来 拉最下面那一层 然后我这样缩在那边 对 就是桌子什么 这种各种睡 我一定会睡觉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酒瓶好 因为我现在也是 会打闹啊 女生睡就会闹事的 我就很爱找人去打架 干嘛的 我觉得睡觉最好了 睡觉真的是最好处理的 对 但就是问题就是说 不回家睡最烦 我们就会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送她回家 因为她如果自己起来 她就说 为什么你们把我丢下啊 或者是说 不给人家回家 对不给人家回家 好啦对不起妈 我反省 我们反省我们反省 来第五个 各种发表 各种发表演讲方面 对就是你喝了酒之后 其实真的人会很感性 对啊我觉得 你就会很想要感谢很多人 你算是偏 对 你算是偏这种感性 我去蝎做嘛 她那天有给人家一万块 就一直在说 你们都是 他们说 你们都是很好的女生 到底谁不好 你们很棒 然后又发钱 对 你们还不是我们吃个热炒 你们会哭成一片 我们在那边喝很醉 然后他们就 一群女生在那边哭一片 我也没有哭成一片 那是因为我不想要做 很不开心的事 是是是 好不说不说 然后语言能力会变好 这时候大家的英文 就会开始一直绕 very good very good英文 好啦那以上就是SOP啦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们两个 必须要去反省的地方 对不起 你们有没有miss掉的 你们再跟我们讲 所以你们可能会发生一些 跳巴黎舞的故事啊 我想知道 或是喝醉的时候就会 全裸之类的 类似这一种 你们可以到我们的IG go leaving your bro follow我们 然后也可以私讯我们说 我们喝酒发生的这几件事 搞不然我们可以选那个 比我们还夸张的 可以哦 对啊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到时候我们下 可能下一集就可以讲出他的故事 可以可以 反正我们那个出走 关于喝酒的这种东西 我们还是有等厂商啦 我们本来是要留给厂商的好不好 厂商怎么都不跟我们进入呢 都是这样 我们之后也可以再出击 那种关于酒怎么喝的那一种 对啊 让你们不会喝醉 立地乳这一种 好啦好啦不讲了啦 那我们现在就讲到重点啦 就是出走喝挂食 那这一块呢 是实际的经验 给你们当警惕 然后当然是关于出走的 也就是在国外发生的一些经验啦 但是不太好啦 因为这样有点丢台湾的人的脸 所以我先说 我们都 我们应该都没有闹事吧 没有闹事 有小闹 有小闹 但是其实都是好的收场 先说 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好的 就是没有伤害到别人 没有伤害到别人 然后也没有不好的 那我们就 两个就是纯粹分享我们那些发生的事 然后顺便我们反省 对我们也没有真的到不好的 然后故意不讲我们是真的没有不好的 没有不好啊 对啊 那多怕 一直表示 我再次确认 未成年请不要收听 来开始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在澳洲的 澳洲部里诗本 好 我小来自己下标题 澳洲部里诗本 movie world 整个都是我的world movie world就是那个 有点像环球影城那种 应该就是环球影城 乐园吗 对就是那种游乐园 然后 其实澳洲是不可以 像我们在场地上边走边喝酒的 你知道吗 是哦 对你要到一个什么订店还是干嘛 才能喝酒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保温宾里面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喝醉 然后我们在玩的时候 我就是整个喝醉 然后我就直接跟我朋友在那个 那边玩摔角 地板 然后直接躺在门口 然后拍照 然后 然后不是都会有那种游戏吗 然后猫女 然后我就要跟猫女合照 因为我太吵了 然后太醉 然后我就要跟猫女合照的时候 他就跟我照一张之后 就照不好看 然后他就直接生气走掉 好我就说 拍一张 one more one more 然后那个因为太正那一种 然后他就很不爽 然后我朋友就拍到那张照片 就是他生气走掉 然后我还在那边脸很臭的 好丢脸 没有但是这个其实是因为 我为什么要喝那么多 是因为我有点难过 因为这时候其实我是从那农 我不是说我从那农场 要离开法国小海之后 我要去雪梨 又回到法国小海物室 啊我们照片还是要 还是要撥过来吧 好如果你们要看照片你们再讲 反正重点就是我们从我的那个农场 要到雪梨的时候 这个是中间我们玩的四天 对然后我们这个玩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搭飞机去雪梨了 然后我因为太醉 我还要装进镇定 然后去坐飞机 哎哟 我就坐飞机 然后我就一上飞机的时候 然后奇怪什么 我的背后很空 而且我还带一个斗笠 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就奇怪 我的背后很空 我就发现 干啊我的后背包怎么不见 怎么有被偷的问题 然后我就赶快跟空姐说 还好我反应 立刻反应过 我就说我的包包不见 然后我想刚刚跟他讲 对所以就虚离经常 不然我的包包会在布里斯坡 然后我人在雪梨 哎所以这是 那个空姐帮你去后机室 他帮你去拿 因为我已经上飞机 他说我不能再下去 所以他怎么会照在后机室 我跟他讲的 我就说 我应该在后机室 我就知道他说是什么颜色 反省 我就说是colorful的颜色 我也讲不出个手一样 因为他真的是 很多颜色在 colorful 还好只有我一个人 留包包在那里 不然他会说 哎这里有五个 你看这只有我 那个后机室 只有我一个人 丢包包在那里 好荒谬 反省 我反省 我对不起 所以大家真的 不要在澳洲乱喝酒 应该是说你不要 你在游乐车时 对啊 而且我们每次排队 然后还在那边 讲感情的人 还讲到哭 然后还上去 玩那游乐车 反正就是一整个 荒唐就对了 好啦 对 那讲到飞机 讲到飞机 我也有类似的 还敢讲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 是不是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我北京的工作实战经验 之后有机会 再跟大家录一下 我的北京工作实战经验 那其实我之前 也蛮常出差北京 因为我们之前 有一些业务在那里 然后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的 就是负责那边的 有像主管 他就是很爱喝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喝 然后喝完 然后他就说 哦没有要走了 所以他就要让我 那个 再喝一 你说要回台湾的时候 要回台湾的时候 喝一波 然后我们在那边边吃乳味 然后边在那边大喝特喝 然后是死不放过 我就一直喝 因为那个主人真的很爱 逼人家喝酒 Cherry也知道 我们最近才又跟他喝 对 因为他真的很会吹的那种 结果我们还夸张 反正就很夸张 我就很醉 然后我就一个人搭计程车 去北京的机场 然后一个人上飞机 然后知道多好笑 一个人很狂欸 我一个人呢 然后很醉 我就一直装整定 因为我真的很怕被保安抓走 还是干嘛的 我就很整定 可是你的眼神应该很 但是很涣散 然后酒味应该很重 对 因为我是搭 又是搭晚上 你懂吗 可能八九点 你是说你几点的飞机 然后你们喝到几点 我可能是 反正我就是可能喝到七点 然后我就搭车 可能我的飞机十点十一点 就是还有很多时间 你是不是还有研机票啊 你没有研机票吗 不是因为那个研啊 我是因为有工作才研的 对反正就这样 我就很醉吧 然后我就装整定 但是我其实真的很醉 我真的很醉到 我现在完全不记得 那个北京的机场 当初是怎么过的 是不是真的会断片成这样 但是你的脚很厉害 就是我的身体 还是有办法就是做那些事 反正就很夸张 我就很醉 然后你知道怎样吗 我把passport 因为你知道 你要走那个scanner吗 对啊对啊 可以扫描的 然后那个扫描 我就把我的passport 因为那东西全部都放下 放在那个盒子里面 然后让它扫描 让它扫 然后扫之后 我的passport竟然要放在那 可是不是扫就会立刻拿起来吗 但是就是我东西很多啊 然后我东西拿我就走 然后我就幸好 我还没有要搭飞机 但是我就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我就扫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坐在后机室 我就睡了 然后是后来那个小姐 就是有冲过来 她说 谁的护照哦 然后不要不要乱模仿 对啦 然后我就起来 然后说 诶 干嘛是我的 然后我就查 干嘛是我的 然后就急说 我的我的我的 还好这样跑耶 对啊 诶我真的吓死了 不然我真的完蛋耶 不然我真的完蛋耶 你真的完蛋 你会很严重耶 我就护照 你就从此不准再喝酒 真的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资格喝酒 我反省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这样真的是没资格喝酒 这样真的不行耶 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厉害 我们就是 还是可以度过一些事情 好我们现在路要不要喝啊 第二杯 好啦 没有我们是小喝嘛 过年 过年还是要喝吧 好啦 这是我的啦 我们就是在警惕你们嘛 就是你们要搭飞机 要做很重要的事情 前就是不要喝酒 但是我也是有一个搭飞机 记得 又有搭飞机哦 就是我去游雪的时候啊 这我真的好像有提过耶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 菲律宾的酒很可怕 所以你们在菲律宾喝调酒的时候 你们真的要小心 因为虽然很便宜 因为通常我自己喝那样的量 我其实是不会醉 因为我可以知道 我大概喝什么会醉 然后喝到多少 但是我那天是真的没喝很多 真的假 我猜想我又没吃东西 又没吃东西吧 对 然后 然后我就是那种 我是早上七点的飞机嘛 然后我可能喝到三四点哦 嗯 三点哦 然后回去睡觉 然后惊醒 手机不见 眼镜不见 只剩电脑 啊我记得这个耶 而且你那个手机 不知道耶 刚买吗 是那一次吗 就不到一个月啊 对啊 我记得你就有一次刚买 还好不是iPhone好不好 而且你该不会是去MO2吧 这个是MO2 我就是去MO2啊 MO2是菲律宾的一个酒吧 很有名耶 好像很有名 就是还不错的酒吧 大家可以去 但是小心那个酒 尤其是那种 它是什么 一回的很大的 它是TOWER的那种 很夸张 它就那种有自己的 开关的那种 对 然后很漂亮 蓝色的什么的 然后我又没喝很多 然后我就直接 很烈啦 我就 我只记得我前一秒 我还在喝 我下一秒我眼睛是打开 然后我躺在床上睡觉 然后袜子扫一个 然后眼镜不见 手机不见 然后我现在 天哪 然后我立刻问我睡 然后说下几点 他就说五点 我就说 干我的飞机七点 然后我就立刻搭计程车 对 我就立刻搭计程车 重点是计程车搭 可能大概十分钟 我就说 干我的那个电脑没拿 我又再回去拿电脑 然后我就 但是你还赶上飞机 我赶上 但是我就是整个觉得 反省 我反省 而且我那 我去游学那两周的照片 全部都在那个手机里面 那个手机对你有讲 大家你们一定要开 你的Google云端相片 同步上传 这非常重要 一定要去开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 同步上传 应该对 应该是因为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才觉得 这个很重要 所以大家你们一定要去用 Google打开 不会占位置 真的 好啦 这是菲律宾的部分 我也有菲律宾 你又菲律宾 还是你要先讲你的积蓄 我先吗 对 好 那我的菲律宾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嘛 我在夜店吐的那件事 那那是我自己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我朋友的 超好笑 同一天哦 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呢 是我已经有点出社会了 就是已经出社会了 所以大概是更近期的事 可能四年前或三年前 已经是认真的大人了 认真的大人了 那这个呢 不是我嘛 就是那个时候 还是其实是你用第三方人 没有 不是我 真的 反正就基本上 在呃 我们跟朋友们 还有我家人 我爸爸妈妈 堂哥 还有我一起红号的朋友 一起去夜店 你看我爸妈多屌 你爸妈也去哦 我爸妈去夜店 我爸妈去夜店 然后 然后那时候还有我的 我的哥哥 他brother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去 然后我们去夜店的原因是 因为我 因为我在台湾工作了嘛 所以他们就是有点像是 欢送我 然后飞回来台湾了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去喝 我们就去夜店 然后因为夜店 因为我堂哥本来就是爱走夜店的人 然后他也认识那边的老板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酒就免费喝 欸很照耶 然后我们在那边喝很开心啊 然后我妈 我妈也是喝很开心啊 然后我爸没喝 因为他开车 然后我们就这样喝 然后我朋友 我有一男一女的朋友 那个女生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大学一起 一起读书的朋友这样 然后 然后他就是 然后我们就几个人这样喝喝喝 然后喝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喝醉 我妈也喝醉 然后我男生朋友 跟女生朋友也喝醉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那种 晃晃晃晃 有人醒着吗 有人醒着 你爸你爸 我爸我爸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已经决定就是 他们可能也都是去 回去我家睡这样子 然后爸妈妈也回去这样 好然后我们就觉得 哦那差不多了 那因为大家都喝醉咯 那我们就回去了 然后这件事我都不知道 是隔天早上起来 我才知道哦 因为我爸跟我讲的 好我们继续讲 我们到家之后呢 我就是很镇定嘛 啊开了门 然后开了门 那个门还那个钥匙 还一直卡不进去 我爸开的 然后爸开的 然后我就进去睡觉 隔天早上起来 你知道我爸说什么吗 你爸说什么 我刚才只有一个女生朋友 我跟我很好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 那个钥匙一直卡不进去吗 因为我们都喝醉嘛 因为钥匙是我拿 怎么可能卡进去 对 然后他们在那边 等我开门的途中 我那个女生朋友 竟敢直接在我们家 外面的阳台尿尿 哈哈 她等不及哦 等不及 因为我家是有阳台 因为我家是在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我坐的地方是四楼 像那个日本的 入门玄关 对 入门玄关 然后但是它是户外的那种阳台 因为是四楼 户外阳台 啊是他在尿 全部的人都在看它 没有人知道 我们都是隔天早上 让我们堵醉 为什么你爸会知道 那是他鸟的 隔天早上才发现 狗包是你家的狗啊 他隔天早上 我那时候还没有养狗 哦你们还没有养狗 因为那时候外面有椅子 他就抓在那 但现在好像是那种塑胶椅 他怎么知道那是鸟啊 就是鸟 黄色然后很臭啊 然后我爸说 他隔天早上起来 他出去的时候就吓到 为什么可以这么臭 然后黄黄的一堆 谁家的流浪狗啦 然后就是我朋友 你有跟你朋友confer吗 他就说是他 他就说应该是我 什么什么的 真假 为什么他断肺癌 还记得 他就裤子湿的呗 就比各种兔还丟脸 很丟脸 各种尿 然后重点是 更长次是我爸 一大早在那边拖他的尿 你爸真的要被搬僵 你爸真的很好 他爸真的超好 我爸真的超好 没有来源 我爸就是大家的爸爸 国民爸爸 国民爸爸 其实我爸跟我那个朋友 也是很熟 所以我就觉得 可是他以后看到他 不就一直 哦我擦过你的尿 你那个朋友 应该现在不然你看到你爸爸好不好 应该还好了 那你就跟他讲说 诶我爸有穿你的 当然 然后说 诶你知道谁拖的吗 我爸 我说真的哦 真的哦不好意思 而且还很慌 还是要喝水吧 我们还是很chill 我们只是没有讨论这件事 但是我们隔天还一起吃早餐 我爸也在那边一起吃 他不是宿醉诶 哪里吃早餐啊 超好笑 好啦本来这是我的 也是菲律明的 你不太有一个菲律明的 这是我跟你一起出去 Oh菲律明 is not commodious 没啦 这是主要是在讲 就是为了买酒 我做过很多夸张的事 对就是其实 诶因为我觉得最烦的是 为什么我喝酒都不会停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 不用停 然后我会 什么道理 我会想尽办法要拿到酒 哦 就是你喝到一个点 然后结果酒没了 然后这个是 我觉得我蛮强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民宿嘛 然后民宿住 然后我们已经喝酒 喝到可能10点11点 Comoです 然后已经就是都关店了 就是那个饭店的人员都已经不见 就是没人的那种 对啊为什么那饭店没有24小时 因为它是小民宿 它是小民宿啊 因为它是在一个很奇怪的岛 啊我们喝到大概 在番薯岛 我们大概喝到12点了 12点谁 全部都关的都没人了 对但是我们即刻很想喝酒 对 就是喝到一个点 然后我就想尽办法 然后跑去柜台 敲门 我还拿拖鞋丢那个门 因为我想说我走进去没有礼貌 然后我就一直问你们 然后丢那个门 然后看 然后说有人在吗 我要买酒什么什么 然后没有 然后我又跑回去那个餐厅 然后餐厅很暗 然后我在那边一直大叫大叫 然后都没人理 我又再跑去那个柜台 再敲门第二次 然后又门 而且你们知道那个吧台 就是那个柜台 到那个餐厅 是有一段距离的 哦对对对 因为那个名字很大 对它很大 它是度假村 它很像那个阿凡达的场景 你知道吗 它就是会穿一个树林 然后还会楼梯 这样这样这样 我就是那种 它不是名村 它是度假村各位 就是那种 浩海 有泳池的度假村 我们下次有影片再给你们看 反正我就是这样奔波奔波 然后我就再回去那个 我就不死刑 为了喝酒 然后 你又回去餐厅 我又回去餐厅 然后很暗 你们是不是就在那边 等着喝酒 他们在另外的地方喝酒 然后我就再回去参加 还是不择买酒的 然后就有一个 睡眼惺忪的人起来 Security 对 警卫警卫 他什么在那边睡觉 然后他就说 其实警卫不能睡 啊菲律宾嘛 所以他想睡觉 对然后他就说 到底怎么那么荒谬 有人12点在那边吵 我就说 我现在真的很想买酒 我就跟他许愿 我说拜托可以让我买酒吗 因为我就看到那个冰箱 就在旁边 但是那个冰箱有装铁链 就是不能打开 对菲律宾都这样 然后那个警卫就想 办法帮我用电灯照一下 之后发现 然后他就发现 可以打开一点点 有一个缝隙 然后他就说 哦只能拿到 他说只能拿到 这一个Semigo 就是菲律宾的酒 Semigo跟Red Horse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很爱喝Red Horse 我就说 没关系Semigo都可以 我现在说 有酒就好 我就说 只要有酒就好 我就说 你全部给我 我就说 我这里有一千块 不用找什么 我跟你讲 一千块 Pezo很多 他就直接从那个缝隙 拿那个酒出来 我快笑死了 我真的 但是我们有付钱哦 我们有付钱 而且我真的快哭出来 因为我真的是 多想喝到一个爆了 而且他超开心 那边大叫回来 跟我们说 我要酒了 而且我那个酒 是一千莫的那一种 一个人就可以拿六瓶 你能想象 那个画面吗 多强 有了 带一个小喽喽 陪我一起去拿 这样 反正那个 真的是很夸张 反省 要反省 我那三天 也是喝管 我还自己跑去看海 就是玩三天 喝三天 而且我还自己 走过一个独木桥 然后去一个凉亭看海 而且它独木桥很暗哦 旁边是没有围的哦 我随便都可以倒到 吊到桥下面 对 因为它那个度假 真的很奇怪 它虽然是靠海 但是它其实有点像是 它有悬崖 它真的很漂亮 因为它真的就很像 阿凡达的场景 应该说它靠海 但是你不能去游那个海 它是那种 在悬崖边的度假村 诶 看真的蛮危险的 很危险的 而且我隔天看到 我都觉得我很荒谬 因为那个 超荒谬 因为那个独木桥其实没有很大 而且你知道 你这样的时候 因为它是在那个 很远的那个凉亭 我们全部的人都会找到 它全部都吓死了 然后我就说 诶 我在这里看海view很美 超白目 然后全部人都吓死了 很荒谬 反省 诶 就不睡觉 要反省 然后就跟别人约看日出 然后自己睡过头 完全没有看到日出 好啦 最后一个啦 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日本 诶 很多诶 我们到处喝醉诶 没有啦 姐姐 不要这样说啦 没有啊 我去爱琴没喝醉啊 因为酒很贵 诶 但是日本 我跟你一起去 你那一次没有喝醉对不对 我那次 我们日本还蛮正经的 有没有喝醉 我们就那一天没喝醉 因为那一天是 另外一个人喝醉 对对对 没有 我在日本 我记得你有喝醉 但是你 那时候只有乱叫而已 然后就没了 乱叫 就在那边讲那个 没有 我没有打人 什么高粱公主啊 对对对对 我要叫人家喝一公升的高粱 好啦 反正就是我们要讲的 日本的夜唱经验 但是这是不好的示范 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的示范 这个我们真的要大反省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KTV很好玩 而且很便宜 很便宜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我们在去KTV之前 我们有先买酒了 那时候是为了我们自己买的 先说 那个酒是我要带回台湾的 我们要带回台湾的 但是我们后来就 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 要不要去试试看 日本的那个夜唱 或者是KTV 然后我们就去 但其实是不能带酒 也不能开瓶嘛 因为你要在里面点 就跟台湾一样 但我们就是 我们要反省 我们懒 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我们直接在里面 喝了我们的酒 我们就什么都没点 想想看哦 我们在里面 没有点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的朋友却是被扶着出来的 所以 我跟你讲 就是我觉得 我真的很对不起日本人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 人很好 就是 因为他们一定 有眼睛都知道说 阿靠亚没有点酒 真的 有一个人是被参扶 真的是被参扶 对 所以我们一出去的时候 所有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人员都 就是很傻眼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他在里面 热舞太激烈 他完全就是喝太醉 然后就被我们扶出去 对 这个不好 这个真的要反省 对 真的不好 对不起 但是日本的酒 跟大家讲一下 真的蛮便宜的 蛮鼓励 因为其实我对日本是还好 我是那种出国 我不会选日本的那种 但是日本 现在我去过一次之后 我觉得说 好我可以再去还以后隐称 再加上可以买他们的酒 真的很便宜 超便宜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入镜只能带两支回来 但其实 找不喝酒的朋友 找不喝酒会帮你 对对对 那大家还是要 遵守法律 还是要点酒 不要在里面就挂 这是白目 对我们反省 好对不起啦 对 以后不会再这样 最后一个也是要讲我的日本了 大家应该知道 我在日本也工作过 因为之前EP级 他之前有一集有讲日本 对 那个警察 警察走到门那一集 可以去听 那一集超好笑的 那一集超好笑的 那一集蛮多人听的 我蛮喜欢那一集 好那我就顺便讲一下 那次的行程 其实我也有一次也是喝很醉 因为那时候是我大老板 现在看是我们公司的CEO 大老板 而且我们的公司是上千人的 那一集的CEO 对他是日本老板 要很有礼貌 要很客气的 没错 但是其实那个老板非常爱喝酒 然后我就是跟着一群 老板的小罗罗们 都是主管们 然后我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 五名 然后你是更小罗罗 对小罗罗 我就认为他们喝酒 然后我们就人没有很多 就是只有VIP可以去 哎干嘛 过毛你VIP哦 喝到后面的时候 因为我就想要喝给老板看嘛 他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喝米酒我就喝米酒 喝清酒我就喝清酒 你们前面的人 不能这样乱罗犯 真的不能这样 这个我真的在反省 我反省 那时候就觉得说 不能输给男人啊 不能输给CEO啊 我一定要比他更会喝啊 你知道这种 我自己的心态就是这样 结果你就怎样 我就直接喝超 我觉得喝超最高是其次 他还骂老板 直接骂老板 你知道我 他背对我的时候 我就直接妈 Fuck 讲好大声耶 你真的有讲出来 我就直接妈 Fuck 那他知道你在讲他吗 然后最好就是 我另外两个台湾 他搞不好不在来讲他 台湾主管是架着我 两个台湾男生的主管 架着我 然后我就在那边踢他 Fuck 你该不会还做事要打他吧 就是做事要在那边踢他 讲到这个什么 我很像想到我那时候 也是在菲律宾要打校长 你 你是真的有打 我打他头 对 你打他头 我没有打到人家 他头久 他头久 反正就是 那个CEO背对我的时候 因为妈走路回家的时候 他就是 我就在那边一直Fuck Fuck 然后其实我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他知道耶 对啊 因为我很大事 他现在都不想跟你讲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会骂他 可能是 你就是不爽他很久 成年累积的工作 你就是不爽他很久了 你还在那边 哈哈 我会在那边骂他 你搞不好还有殖民道姓耶 我完全不记得 这是隔天 叉叉叉之类的 真的是隔天才知 就是我 两个男生主管跟我讲 我才知道 那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你妈 不然你早就被fire了 我真的觉得我被fire了 但是他现在应该不知道 所以他没有fire你 超纯的 可能要去 我要去跟他讲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今天真的是反省大会 好笑归好笑 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在前几年也是做错蛮多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要跟你讲 今年牛年不可以再这样子 牛年大反省大会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改 我们现在酒喝 我们现在很chill耶 对我们现在都喝 我们会控制量了 这都是年轻的时候犯的事啊 谁年轻没做错过事啊 对啊 是这样说没错啦 是真的不好 是真的不好 那希望有家长在听的话 你们也要注意 你们小朋友不要做这种 奇迹客观的事 就是家长 我们现在跟你讲 你也可以看一下 你的小孩周知是会这样 然后你可以跟他讲说 很可怕这样子 你的小孩18岁 就是给他听说 诶你听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 都心不见什么的 对因为觉得我们都蛮幸运的 因为至少我们人都是 一直都是没有事 没有状况 然后 就是我觉得东西不见 还好 就是我觉得人平安最重要 对啊 我顶多就是ok什么的 也没有少一块 都少一只脚之类的 就是我们都 我们很幸运 都是有信任的人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这么幸运 就算是朋友 也很有可能会背叛你 而且你不可以觉得 我每次这样 我都没事 然后你下次又这样 其实我们这样 是真的很不好 我就是觉得我们单纯很幸运而已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不会 一直靠着 仗势的自己很幸运 然后就一直这样喝啊 我们现在很小心了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调量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讲的 这几个历史都是大概好几十年的 对对对 就是 也没有好几十年啦 因为我讲大学啊 就十年内的啦 十年内的 所以其实都不是每天这样哦 是 这十年 这没有去年的啊 我们去年没有 这真的没有耶 这前年耶 都是之前读书时期 或者是我们在澳洲 真的真的 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 对因为喝酒其实真的 对身体没有很好 像你看我们最近喝酒 头也很容易痛啊 就是顶多喝酒就是开心啦 就是适量 喝酒还是适量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真的耶 真的 你再给我酒驾前面打 你这到底叫酒驾 酒驾真的不行耶 你就走路你就搭车车 你会怎样 真的耶 我觉得真的不要省这个钱 因为你害自己还害别人 你没有省钱耶 你白目耶 好啦我们也反省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反省 我们大家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成长 对 这再怎么说我们也是自我成长 自我成长 但是我们还是不太敢挑战戒酒啦 我们没有戒酒 控制量啦 我觉得控制量就好了 对啊 好啦那希望这集 有帮助到大家一点点 有吗 有吗 应该有吧 但他们会警惕 那你们就是开心听啊 这集本来就娱乐 有时候反来就是 听负面的就是警惕啊 真的 真的 对啊对啊 如果没有人跟你们讲这件事 你们也不知道会这么夸张啊 这么严重对不对 好啦 干嘛一直解释 是在跟你解释 然后你们还是要去评分吧 好啦感谢出租人们 那我再提醒大家 我们都有脸书跟IG的粉丝团出走 把国外生活攻略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去follow我们 然后你们都可以私讯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们对今天的那一个topic 有什么想法 对啊你也可以说 嗯天气好吗 你好像吃饱了吗 那也可以OK啊 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的喝醉食啊 喝醉食啊之类 或者是说 就当娱乐嘛 对啊或者是说 你觉得酒很难喝 要喝什么样的酒也可以我们啊 推荐 推荐 对啊 因为我们以前其实也不太喜欢喝酒 很久以前啦 很久以前吗 很久以前 你说就三岁的时候 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 三岁哪里有酒啦 不要吃 不要闹 好啦 那我们差不多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May 我是Sherry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